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review 40292 这个是一个 圣诞节的giver purchase 就是你买特定的价钱才送你一些东西 这个是2018年的 所以基本上现在可以说是买不到了 嗯 这是一个礼物盒 然后里面呢 就是一些家具 嗯 算是一个小小的家 不过有圣诞树啊 有圣诞的feel就得了啦 拍的video有可能 圣诞节已经过了 不过 这个家就是一种圣诞气氛 感觉一种圣诞气氛啊 我挺喜欢这个家 因为它里面很久 我很喜欢圣诞节 所以 然后里面就会有两个小人物 大概大概就是这样 现在你是买不到了这个 所以很荣幸我能拿到 嗯不错啦 开箱再说 现在我们斗完了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礼物盒 首先我们先讲斗的经验吧 斗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给一个三星啊 因为 它斗这个东西就okok了 挺好玩的 说成的斗这个东西 因为有很多 很这样 有被子啊 圣诞树啊 有些小的礼物啊 都是 detail 不过有一点很奇 个很遗憾的就是 它这里的有一个物件啊 它是不一样颜色的 并不是我弄不见了 并不是我拿来代替 就是我给的时候哦 我没有听到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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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少看到有些set是可以再换发型的 换话讲要换就可以换 这真的也很特别啦 女儿挑变儿子 这个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点 下一个就是玩法 玩法我就给三星 不是啦 就这个玩法也 就可以放一个人坐在这边啊 放一个人在那边在活的前面啊 做很多东西都可以啦 然后就不不通通一个set啦 他就没有什么特别 这段是他头发可以换的 我很少看到谁也可以换 而且这个女儿 或者这个孩子身上也有一个火车 类似火车的一个玩具啦 我很喜欢一下子 然后下一个就是Displayability 就是他的摆饰 他的摆饰特别在于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分散开来的话 你可以把它结合起来 把它这样子关闭起来 就变成一个小小的温暖家 小康之家 对我挺喜欢这样子的feel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它里面啊 很多家具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你可以把它盖起来 嘟嘟嘟 盖起来 就变成一个小小的礼物盒 然后这个礼物盒真的很美 它上面有一个叉字 不过是用金色做出来的 所以我真的是一个感觉 那一个细节跟那个心啊 它这种用心来做 我挺喜欢的这个 就是一个小小的礼物盒 你就可以送给别人啊 啊我一个小小礼物盒给你 然后里面就会有些家具啊 很美的家具 就是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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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到 这样 我 是一个很普通的事啊 我很喜欢它的那个idea 它的那想法 就是想要做一点特别的 所以这样 就这样 这种金颜色还是要 它可以换头发啦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就要记得 记得来订阅 按赞 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 拜拜